谁最喜欢吃榴莲 我家小雪喜欢 错误 王后灵犯 啊 谁最喜欢蒙击小队 我家大宝喜欢 错误 大宝妈妈灵犯 啊 谁最喜欢公主群 当然是我家小贝啦 回答错误 小贝妈妈灵犯 什么 明明就是我家小贝最喜欢公主群啊 小雪也是最喜欢吃榴莲的 还有我家大宝 最喜欢看蒙击小队 怎么可能会错 你们都是灵犯妈妈 哥们就不了解我了 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小雪 你不是最爱吃榴莲的吗 妈妈 我喜欢公主群 不是榴莲 我从来都是一条裙子 小雪 看妈妈给你做了什么 这是 榴莲派 对啊 难道你不喜欢吗 不是的妈妈 我很喜欢 那就好 那就趁热吃吧 那好吧 我一点都不喜欢吃榴莲 我一点都不喜欢吃榴莲 不吃又怕妈妈会不开心 所以才吃的 好吧 原来是这样 那我叫小贝最喜欢公主群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怎么会错啊 才不是 妈妈 我根本没那么喜欢公主群 我喜欢的是蒙鸡小队 你根本没发现 我的书包和文具盒 都是蒙鸡小队的 难道 你不喜欢公主群吗 妈妈 是你总给我买公主群 最喜欢公主群的是你不是我 那好吧 大宝 我就是记得 你最喜欢蒙鸡小队呀 你每天放学都在看蒙鸡小队的画片 什么呀 妈妈 我是喜欢蒙鸡小队 但是我又不是最喜欢 我最喜欢的是榴莲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我 我真是太开心了 今天帮了凯琳阿姨的忙 凯琳阿姨竟然送给我一个我最喜欢的榴莲 什么味道 怎么会这么臭啊 什么 大宝 咱们家里怎么会有榴莲 这是 哎呀真是臭死了 大宝 你快把它丢出去 可是妈妈 可是什么 大宝 你没听到妈妈说话吗 那好吧妈妈 明明 我是最喜欢榴莲的 但是妈妈根本就没问我 就要我把榴莲扔出去 怎么会这样 对不起大宝 是妈妈做错了 既然你们都是零粉 那我就要让你们消失 给大家换成一百份机器人妈妈 什么 不要啊 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需要让妈妈们消失吗 不要的话 就发送666 不要的话 就发送888告诉我吧 我听你们的 小雪 我要送你最新款的皮肤 快把游戏密码给我吧 好吧 小雪 不要给她 她不是小贝 小贝和我在一起 根本没给你发消息 小雪 你千万不要被骗了 小哥 被发现了 上午作业了 小雪 快把你的作业给我 给你 不能给她 她不是大宝 是吗 大宝生病了 这是她的请假条 她肯定是坏人假扮的 还挺聪明的 小雪 快开门 爸爸妈妈回来了 我爸爸妈妈的声音 才没有这么难听呢 你们肯定不是真的 可恶 小雪不上当可怎么办 那我们就把她帮走 小雪 小雪 你们怎么进来的 高级你也通过了我们的防诈骗测试 快和我们一起去领奖吧 那你们为什么只测试我 当然是因为你最聪明啊 其实是因为小雪最好骗 这么有意义的测试 可以让我的朋友们也参加吗 当然可以 太好了 我现在就把她们喊过来 因为小雪帮忙 我们就能把这些小孩全都炸起来了 嘿呀老爹爱上 小雪 你怎么才回来啊 你的朋友们呢 就是他们想绑架我的 快把他们抓进坏人管理区 别想跑 我们伪装的这么好 你是怎么发现的 你们身后的手术和麻袋出卖了你们 你们是这样啊 我们真是太粗心了 咱们和坏人管理区接受惩罚吧 小朋友们可要提高警惕 保护好自己 不能被坏人们的花言巧语骗的哦 我不吃胡萝卜 我帮你吃 我不吃青菜 我帮你吃 我不吃白药 没关系 我帮你吃 我的天出满了 太好了 我长大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吃饭啦 吃青菜 我要吃啊 喵喵喵 小雪 妹妹还没长大呢 你应该上这妹妹 好吧 我不要吃青菜 我要吃蛋糕 好吧 妈妈这就去给你买 三雪姐姐 我要吃炸鸡汉堡 还要吃辣椒薯片 我贏啊 妹妹 这些都是垃圾薯片 你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我这样吃 小雪 你怎么又欺负妹妹了 我没有 好吧 我去帮妹妹找好吃的 哇 好的好吃的 爱吃的啦 我好想吃红烧油和蔬菜啊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金币了 还是先给妹妹买辣条吧 艾莎 金币给你 辣条给你 哈哈哈哈 这些食物上都被我下了黑魔法 吃完以后不仅不会长大 还会重新变回小宝吧 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许告诉小雪 小贝妈妈给你拿来了你爱吃的食物了 辣椒 我吃 汉堡 我吃 薯片 我吃 那好了 我也长大了 我给妹妹带好吃的回来了 吃辣条 我最爱吃辣条了 啊 我妈妈怎么都在吧 不要吃 不行 妹妹不能吃辣条 啊 我最爱吃 小雪 你怎么又欺负妹妹 快把吃的给她吧 不行 这个辣条不能吃 姐姐肯定就是不想让我长大 她故意这样 不是这样的 妈妈和妹妹怎么不愿意相信我 只能这样了 辣条 我吃 小雪 小贝怎么都变回宝宝了 海山卖出的食物都有问题 所以小雪才会变成宝宝 那我怎么也变回宝宝了 小贝 垃圾食品对身体有害 你只知道吃垃圾食品 所以也变回宝宝了 本来是这样 我知道错了 我会去吃菜的 小雪 对不起 是妈妈错怪你了 妈妈这次 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随堂成绩出来了 小雪 零分 不就是零分吗 没关系 考了零分还这么开心 明天把家长给我叫来 呵呵呵呵 叫叫叫 我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为什么不受控制 小雪 眼镜老师打电话说 你又考了零分 还要找家长 怎么回事 呵呵呵 不叫是零分吗 又不是第一次了 我不是故意的妈妈 为什么控制不了自己 考了零分 还这么开心 给我进屋子里做题反思 哪也不许去 黑暗魔王 这就是你说的好主意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啊 肯定又是爱莎搞的鬼 走 我们去找爱莎 爱莎 这不是能量开心饮料吗 现在小雪怎么一直笑个不停 还说一些奇怪的话 呵呵 这就是能量开心饮料的副作用 怎么才能解除这个副作用 没有办法能解除的 除非让小雪从心里感觉到开心 可是小雪为什么不开心呢 我知道 是因为王后阿姨想要小雪每次扛满饭 小雪放进去压好 除了上各种辅导班 就是看视频学习 没有一点娱乐时间 所以小雪一直都不开心 王后阿姨真是太过分了 怎么能这样对小雪 小雪最近真是太奇怪了 总是说些奇怪的话 王后阿姨 你们别怪小雪了 是我们给小雪喝的能量开心饮料 小雪才会这样的 你们给小雪喝这个干什么 最近小雪情绪很大 都是因为您和叔叔给小雪压力 只有让小雪真正感受到开心 莫怕才会消失 要是这样 小雪 都是妈妈不好 妈妈 我也有错 以后爸爸妈妈不会这么给你压力了 明天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玩 好不好 真的吗 谢谢妈妈 小朋友们平时 会有来自爸爸妈妈给的压力吗 一定要天天开心呀 我们下期再见 香蕉皮 我扔 哎呀呀 啊 啊 啊 螺丝粉真好吃 可恶 小贝怎么又带小小贝吃垃圾食品 小小贝 你去替我写作业 啊 我不愿 什么 你敢不听我的 啊 姐姐姐夫人 小贝 小贝 你就不能让着妹妹吗 偏心偏心 你们为什么只批骗我啊 因为你是姐姐 要给妹妹树立好榜样 你们还是爸爸妈妈呢 为什么不给我树立好榜样啊 高跟鞋 我扔 公文吧 我也扔 累死我了 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好喝呀 还好我点了螺蛳粉 喵喵喵喵 这也太幸福了吧 这也太幸福了吧 小贝爸 你去扔垃圾 我累了 我不去 我数到三 好吧 我去 原来 乱扔东西会让人放松 吃螺蛳粉会让人幸福 数到三 可以让别人替自己做事情 小贝姐姐 你在做什么 小小贝 你开心吗 谁可当时第一会开心啊 我有办法让你开心起来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啦 这可是爸爸妈妈教我的呢 看吧 我可都是跟你们学的呢 原来 是我们没有给你们 输好榜样啊 儿子们 对不起 我们要求小贝 祝祝做得好 我们自己却没做到 我们以后 一定注意自己的言行 给你们树立一个好榜样 妹妹 姐姐也会努力 给你树立一个好榜样的 啊 那 我要这么多的好榜样 一定会长成 大家都喜欢的好榜样的 小朋友们的好榜样是谁呢 评论区告诉我吧